余晓安,医学博士 我是余晓安,医学博士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 怎么样可以做大肠癌的筛检 今天的主题是上医医胃病 防御甚至治疗 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包括 华人健康促进计划 是在Alcaminol Hospital医院里头 然后还有新希望 还有谢谢基督之家第五家的今天的场地 今天的内容是蛮简单的 首先我要传递一下一些医学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职业的经验 还有回忆一下几桩历史故事 还有欣赏一下一些旧的电影海报 还有引用一下的一些经典的名言 今天我们是说大肠癌 首先大家可能记得在王家卫的电影 《一代宗室》里头 张子怡说到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 人生若无悔的话哪该多无趣啊 那张子怡说到是什么事情会让人家后悔呢 什么会值得我们要后悔 那我们看到呢 一个北宋的名相扣准 他在他的六悔名里头 有六种不同的会议 但是到最后呢 他就说到安不将息 病时悔 就是如果你趁着年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睡眠 没有好好的休息 没有好好的保养自己 那到了病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后悔 所以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 人生最大的哀痛是什么 是只愈养而亲不在 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是家为富而人先亡 就是人还没有富起来 没有有钱 就人已经不在了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是用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 人生最大的可怜是什么 是弥留时 到差不多要走的时候 觉悟到应该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到 在我们湾区 也在全世界 在我们历史里头 有很多在消化系统癌症里头 一年早逝的例子 比方说在Bay Area 在我们Cupertino 我们的苹果教主Steve Jobs 他在56岁 因为得到疑心癌而过世 我们中国的革命先链 宣中山先生 因为肝癌过世 享年只有58岁 还有一代良辰诸葛亮 因为胃癌过世的时候 只有53岁 在海峡对岸 在台湾 我们也有一个诸葛亮 但是是大肠癌过世 对不起 其实不是诸葛亮 是诸葛亮 是一个台湾艺人 诸葛亮 因为大肠癌 在前年70岁的时候 就过世了 那在我们湾区 在所有的华人当中 每一年 每10万个男生当中 就有大概52个患有大肠癌 在每10万个华裔女性当中 就有42个每年发现有大肠癌 那既然大肠癌是那么可怕的话 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对付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春秋战国时代 一些的先贤 看他们怎么样去用中医的理论 去对付癌症 特别是大肠癌 这个可能你记得好几年以前 有个叫做战国的电影 里头有孙兵 有旁军 中间还有一个叫做梁慧王 是当时魏国的君主 原来除了孟子以外 还有一个名医 叫做扁确的 不远千里而来 来到魏国当时候的开封 去拜见梁慧王 那梁慧王一看见 扁确就说了 手 意思是说老人家 据我所知道呢 你家里 包括你自己有兄弟三人 都是做医生的 你们三兄弟当中 谁的艺术是最高明呢 那扁确呢 他自己是排名第三的 家里是最小的 他就跟梁慧王说 我家里三兄弟当中呢 我的老大的艺术是最好的 接着是老二 而我的艺术呢 是最差劲的 那那个梁慧王听了 就有一点不以为意 他就说 阿扁你在开我玩笑 为什么你的名声是最响的呢 我还听说前几天 你还在抨击那个姓韩的人 那那个梁慧王 这样一问呢 就把一个经典的故事 叫做梁医治胃病 把他带出来 原来阿扁的老大是治胃病的 他是很会观察病人的气色 等到病人还没有生病以前 还没有发病以前 已经把他的病情治好了 结果那个病人治好以后呢 都不知道自己有生过病 而且呢 他的元气是无神的 结果呢 老大的名气是怎么样 是难以认可 中医医生都是默默无名 那老二是怎么样呢 老二是治轻病 等到病人刚刚发病时候 好像一点那个伤风咳嗽 他就把病人治好了 结果呢 病人呢 是马上复原过来 而且呢 他的元气 只有一点点的受伤而已 那老二的名气是什么呢 是一个治小病的大夫 他只会治疗那个伤风感冒而已 那扁确子很厉害了 他的成名的秘诀是什么 他是会治重病 他开始的时候 病人开始有病的时候 他都不治疗 他等到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就猛下狼虎制药 以毒攻毒 我们用现代人的话语 叫做Kemotherapy化疗 结果呢 医到那个病人是元气大伤 但是到后来还是会不能够痊愈 所以扁确就变得是天下名医了 那我们怎么样运用阿扁 一家三个三兄弟的医学 怎么样去活学活用 对付大肠癌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大肠 什么叫做大肠癌 那我们要知道呢 大肠其实是消化系统最低的部位 它有分开结肠还有直肠 整个大肠最低的部位 最后的6寸15公分就是直肠 其他都是结肠 结肠是吸收水分 矿物跟营养 直肠是储存 那大肠癌 那大肠癌一般来说超过95% 就是在大肠内壁的恶性肿瘤 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腺瘤的特性跟大肠癌细胞的演变过程 原来腺瘤就是一个癌前膝肉 意思是说那个膝肉呢是良性的 如果我们当时候把它处理掉 就不会有癌症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呢 腺瘤的细胞就慢慢会变为癌症了 所以腺瘤就是一个癌前膝肉 那绝大部分的大肠癌 都是要经过这个阶段 从正常的细胞经过腺瘤 到后来才会变为大肠癌 到了中年过后 过半男女会都会患有腺瘤 那问题又来了 什么叫做中年 那余医师就会跟你说 中年就是比我本人大20年 就是中年的开始 那腺瘤是经过多重的基因突变 你可以看见右下角 多重的基因突变 才可以变为大肠癌 一般来说 如果你到了50岁以后 到50岁有三成的男女 就会有腺瘤 到了60岁就有一半 到了70岁以后 就有过七成的病人会有腺瘤 如果我们及时把腺瘤摘除下来 就可以免于大肠癌 那好了 那大肠癌本身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生长缓慢的恶性肿瘤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 可以免于转移 转移就是癌细胞从大肠本身大肠 转移到别的地方 比方说肺啊肝啊的部位 假如你一定要选择的话 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说 不行 你没有第三个选择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有腺肿瘤 就是一个癌前腺瘤 或者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癌肿瘤 你本人会选择哪一种肿瘤了 腺肿瘤 是 那好了 如果上帝给你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定要有大肠癌 但是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早期的癌症 另外一个是晚期的大肠癌 你宁愿选择什么癌症呢 早期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及早的做筛检 可以预防 如果那个已经有腺瘤的话呢 我们可以预防腺瘤变为大肠癌 如果我们到了决定要做筛检的话 你的大肠里头已经有癌症的话呢 就算不能够避免癌症 我们也可以避免大肠癌会转移出去 到了真的诊断为大肠癌以后 我们还需要 我们的医生还需要做个分期的检查 什么叫分期 我们在右边有几个期限 一个是零期 就是大肠 那个癌症 那个肿瘤 还在大肠内壁上面 这个叫做原位 英文叫做insight 那如果那个大肠的癌症 已经渗入进去大肠内壁一点点 已经出去了一点点的话 这个是局部性的大肠癌 是第一期到第二期 如果已经去了旁边的淋巴 或者是靠近的器官的话 这个是第三期 如果已经转移出去 比较远端的器官的话 这个是第四期 我们英文叫做distometastasis 到第三期到第四期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可以痊愈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癌症的分期 因为它是有助于决定病情 在我们右边的图表上面 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Y-axis 就是你能够生存的机会是多少 在X-axis在底下 可以知道哪一种 哪种期限的癌症 所以这个是大肠病患者的五年全活率 如果还是局部性的话 第一期到第二期的话 能够全活五年的机会 是起码九成 如果是靠近距离的第三期的扩散出去呢 这个是第三期 能够全活五年的机会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如果是已经转移到其他比较远的器官的话 是第四期的话 会有全活五年的机会 是百分之十 只有一成 那问题是 如果你是在做大肠经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零期的大肠癌的话 当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把整个肿瘤割掉了 病人就是完全的痊愈 那如果大肠癌已经 刚才已经说过了 大肠癌如果是局部的话 是能够生存五年的机会是九成 如果是零八去到零八的话 是六成到七成 如果是去到远的地方的话 是一成 那大肠癌可以去到什么器官呢 一般来说它会转移到肝 去肺 去腹腔 还有肾上腺 那比较罕见的部位 包括卵巢 骨头 还有神经中枢 其实呢 大肠经呢 是最理想的大肠癌诊断方法 我们看见呢 这个是一副大肠经 它里头是一堆的光铅 光铅外面是有橡皮胶把它包住 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大肠径 伸展到大肠里头 首先大肠里头是黑漆漆的一片 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在大肠径的那个尖端的地方 有一盏灯 我们进去以后一开灯 就把整个大肠亮起来了 而且呢 在那个大肠径里头有几个渠道 其中的渠道是容许我们 把一些其他的器具生长出去 去到大肠里头 在最左下角的是一个叫做 那个叫做snare 就是那个铁环 那个铁环可以让我们把铁肉给勾住 把它割掉 在中间有个叫做镊子 是biopsy forceps 可以让我们做一些切片检查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大的肿瘤 或者是一片发炎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切片检查 然后那个做大肠径的操作员 一个医生 他一边在做大肠径的时候 当时候real time 在大肠里头看见什么东西 可以同一时间经过光纤 把那个讯息 把那个影像给传递到那个荧光幕上面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是说大肠径 不是大肠径 那正常的病人 这个是正常病人的大肠 静的检查 我们首先要进到直肠 然后经过不同的部位 可以跟大家 讨论一下 这个整个是 看不到 这个才看到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肠径呢 我们是经过直肠 然后呢 是胰状结肠 然后是医生结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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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是那个叫做皮小区 然后这里是横结肠 然后是肝小区 然后到那个叫做生结肠 到里头是狼肠 这里还要看见那个狼尾的触控处 然后进去小肠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如果是180度的转弯 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有点贴方 然后经过那个叫做医生结肠 然后医生结肠 然后医生结肠 然后到了那个叫做皮小区 因为那个叫做皮小区 因为那个大肠 就在那个皮大肠方面 然后再经过那个肯结肠 到了右边的叫做干小区 旁边有干 所以很多病人做了大肠经以后 他问我 很多病人问我 做了大肠经以后 就问我 那个Dr. Yu 为什么 刚才你没有看见我的肝呢 刚才没有看见我的胰脏 我说幸好我没有看到你的肝跟胰脏 如果有看到你的肝跟胰脏的话 这是不好的消息了 然后再下来呢 是那个生结肠 到后来是那个叫做狼肠 狼肠里头还看见那个叫做狼尾 然后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好像元宝一样 就是小肠大肠的接口 是个喷门 我们就进去职肠里头 谢谢 那好了 如果我们运用那个老大治病的哲学 我们可以用一个大肠经 要用一副大肠经做筛检 如果发现有息肉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息肉割除下来 因为到你发现有息肉的时候呢 还不算 严格来说还不算是一个癌症 所以这一幅图片就显现出来 有一个大的肿瘤 一个小的 应该是一个小的息肉 那个小的息肉是好像草莓一样 然后呢我们用个铁环 铁环把那个草莓套住 套住以后呢 我们一边把那个铁环收紧 把那个息肉割掉下来 因为息肉里头有个血管 如果我们把它一拉下来的时候呢 病人可能会有出血的危险性 但是呢这个铁环一边我们在过电 过电以后就帮病人止血 所以到后来整个息肉都给割了下来 所以这个是老大治病的那个道理 那老二是怎么样呢 等到病人刚刚开始有癌病 刚刚有轻病 刚刚有轻癌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个癌肿瘤 在这个阶段呢 已经不能够用大肠镜去解决了 病人就必须要去开刀了 那阿扁是怎么样呢 它是治重病 它是蒙下chemotherapy 狼虎之药 还有一些那个了解的 那个缓解的疗法 那如果病人已经发生有大肠癌的话 常见的征兆是什么呢 这里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便血 你的便血的情况是似乎 你在初血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那个初血的地方是比较接近小肠的话呢 你会看见有黑色的血液 如果那个肿瘤是比较接近直肠的地方 比较接近肛门口的地方呢 你的血液是红色的 如果那个肿瘤是慢慢的出血的话呢 也许你没办法可以感觉到有出血 到后来发现有贫血的时候 再做到再做一个大肠镜 才会发现到 那第二大类的征兆是什么 是大便习惯改变 有一些病人是常常会有便秘 有些人是常常会有拉肚子 也有一些人常常是一阵子拉肚子 一阵子便秘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像这个是个很大的肿瘤 它差不多把那个整个大肠给堵塞住了 然后如果你的粪便是比较液体一样的话 比较是水便的话呢 它比较轻易的过去 通过去给排出来 如果它是一大块硬的大便的话呢 就没办法可以过去了 所以就变得是便秘了 所以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偶尔会有泻肚子 偶尔会有便秘 然后呢第三种情况就是肤痛 或者是肤脏 到你肚子已经给那个大肠 已经给整个肿瘤堵塞住以后呢 如果再不去开刀去急救的话呢 把这段大肠割掉下来的话呢 整个大肠就会破掉 还有其他 第四类是其他的征兆 包括疲倦 虚弱 还有体重下降 在那个CT scan 电脑 电脑到断层扫描上面 我们可以看见 在我们的左边是肝 在我们的右边是脾胀 我们看见有一些那个肿瘤 已经转移出去了 所以大肠癌是医学界的一种无声杀手 在美国 我们最近在两年以前 2017年3月 我们有个研究 是说到大肠癌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向 我们看到从2000年到2014年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 如果是一般男女如果是超过50岁以后 我们看到他们患有大肠癌的新个案 每年是减少32% 他们因为大肠癌死亡率减少 减少是34%每一年 但是呢 在50岁以下的男女呢 每一年给诊断为大肠癌的机会呢 是增加了22% 而且因为有大肠癌而死亡的话 如果是50岁以下的例子呢 是每一年增加13% 那引起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向是什么呢 有一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 是包括身体过重 缺乏运动 经常的吃红肉 还有少吃纤维 另外我们发现从20岁到40岁 有给诊断为有大肠癌的机会 是增加了两倍到三倍 那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 在法国 他们公公公 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上面是说到大肠腺瘤 跟腺癌有年轻化的趋向 过了50岁的男女 我们不需要看了 那可以比较一下45岁到49岁之间 去做大肠癌的人 跟45岁以下去做大肠癌的人 他们给发现有腺瘤跟腺癌的机会 我们会发现呢 如果你过了45岁以后 从45到49岁中间 你会发现有做大肠癌的时候 发现有腺瘤的机会呢 是比在45岁以下的男女 是增加了一倍 如果你是45到49岁当中 会发现有大肠癌的机会呢 是比45岁以下的人 的机会是增加了四倍 所以大肠腺瘤跟大肠癌的发病率 在45岁以后是突然的飙升 那我们再以匾加医术哲学活学活用 我们怎么样应用于大肠癌 我们首先那个阿匾他的三兄弟 有三个方法去治疗 去对付大肠癌 最好的方法是肠镜筛检 发现有癌前脐瘤的话呢 把脐瘤割掉下来 那第二方法是中策 它是一个开刀做切除早期的大肠癌 最不好的方法呢 是等到癌症已经从腺瘤变了早期 再从早期癌症变了晚期癌症的时候 用化疗 后来到了唐代的孙思苗 他在他的背脊千金药方里面有说到 上医医胃病 就是最好的医学方法 就是病情还没有发生 以前就把它治好 中医抑郁病 就是病情已经到了开始了 或者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才去治疗病人 下医医病 就是病情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展开来了 我们才去治疗病人 总而言之 还没有病以前 我们要先防 差不多要发病的时候呢 我们要防着变化 已经 发生有病情的话 已经有病了 已经有病症的话呢 我们要早点治疗 早点求医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上医医胃病 防疫甚至治疗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第一是从一个医院措施方面 医药措施方面 在医药方面跟措施方面 我们有筛检 我们有疫苗 还有我们用疗药 在大肠癌方面 我们可以及早地做筛检 那在B型肝炎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B型肝炎是最容易引起肝癌的 在全世界 一般的肝癌都是B型肝癌引起 我们可以及早跟病人 病人一出生 男女一出生的时候 马上跟他们做疫苗的注射 在胃癌方面 我们可以提早地发现 检查发现有没有幽门螺旋感菌 如果有幽门螺旋感菌的话 我们可以跟病人开一个疗程的抗生素 把细菌杀掉 所以我们在医药方面 在筛检 在疫苗跟疗药方面 可以兼顾到不同的肠胃科的癌症 包括大肠癌 包括胃癌 还有包括肝癌 在个人方面 我们也有一些需要改变的 平日生活的习惯跟保健 我们应该注重自己的饮食 自己的生活 心境 还有个人的生活压力 在公众卫生方面 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健康的环境 包括治疗一些污染化学 防御化学跟辐射 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谈及一下 影响大肠癌的因素 在左边是某一些的危险因素 在右边是有一些保护因素 那你可以留意到 在危险因素上面 我们有高度中度跟轻度的因素 在保护方面 我们会有一些中度的轻度的 跟轻度因素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就算我们是用尽所有的保护因素 都不能够完全的防御大肠癌 因为大肠癌有一些比较高度的危险因素 那个高度的因素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一些我们差不多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 比方说 如果你过了45岁以后 你有大肠癌的机会 每一年都会增加 你的出生的区域 如果是在北美 如果在澳洲 纽西兰 在西欧 在日本 一些地方是比较发展的国家 你有大肠癌的机会 也相对的增加 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去 改变我们的年龄 改变我们的 出生的那个区域 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癌症的综合症的话 也不能够去改变 还有如果你生出来 后来发生有那个 Alcerative Collitis 溃疡性的结肠炎的话呢 这个我们也不能够改变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发炎的情况 有Alcerative Collitis的话呢 过了8年到15年以后 你每一年有大肠癌的机会 是相对的增加 大概1% 一个百分比 然后中度的危险因素 是包括个人的历史 如果你本人以前 发生过大肠腺瘤 或者是发生过大肠癌 你以前在你的骨盆 小肤当中 有接受过放射性的 那个治疗的话 接受过电疗的话 这些都会影响到 你会有大肠癌 而且呢 你个人的饮食习惯 如果是多吃红肉食物的话呢 也会增加你有大肠癌的机会 那另外呢 是轻度的危险因素 包括吃高脂肪的食物 吸烟跟虚酒 身体比较重 肥胖 还有呢 以前接受过割除胆囊的手术 也会增加大肠癌的可能性 甚至于 如果你有那个第二类的糖尿病 也会增加大肠癌的可能性 在那个保护因素方面呢 有中度跟轻度 中度是包括你的体力 劳动 如果你多做运动 也会减少大肠癌的产生 如果你平日有服用 Aspirin 跟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性药物 也可以减低大肠癌的产生 一般来说 我们服用Aspirin 跟那个non-steroidal 非类固醇的相产物呢 我们要考量一下它的好处 还有它的坏处 坏处就是可以引起出血 好处可以防御大肠癌 也可以防御心脑血管的疾病 但是你服用这个药 以前要跟你的医生再沟通一下 轻度的保护因素是包括高度的蔬菜 水果食物 如果你大量的吃蔬菜跟水果的话呢 可以减低你大肠癌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是轻度的保护因素 还有多吃有蔬菜 多有纤维的食物 另外呢 服用那个叶酸 还有methalin 加硫氨酸的话呢 也会减少大肠癌的可能性 那什么食物是有methalin 是包括有一些那个种子 那个Brazilian nuts 如果是鸡蛋 鱼 芝麻 也会有methalin的成分 多补充钙 更年以后的女性 如果用那个女性激素的补充的话呢 Estrogen Replacement Therapy 也有一点点的保护作用 那另外有几样事情要跟大家提一下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 当然可以减少 但是不可以完全的避免大肠癌的产生 造成大肠癌的最大因素还是你的遗传基因 透过大肠癌可以进一步的减少癌症的产生 半数的大肠癌病患者呢 是没有家族历史的 刚才我们说到有两种那个家庭癌症综合症 第一种叫做遗传限流性大肠综合症 我们英文叫做Familial Adenomatous Poster Syndrome 这种病人呢他们的细肉不是有十个五个 他们是有地毯式的细肉的分布 有几千几万的细肉 他们平均患有大肠癌的年龄是39 那另外一种叫做遗传性的非细肉性 因为你没有看见是细肉的 就刚才我说到如果从普通细胞正常细胞转移到线流 再改变为线流 演变为线流 再演变为癌症 变为癌症的那个个案呢是95%以上 但是呢有少于5%的机会的病人呢 是可以从正常的大肠直接的变为大肠癌 所以有分开一个叫做Lynch-1还有Lynch-2 Lynch-1的话呢就只有大肠癌 但是Lynch-2除了大肠癌以外 还有包括其他不同器官的癌症 那我们总括一下大肠癌的防御 我们说到有三种情况 有三种那个approach 三方面进行可以怎么样去预防大肠癌 第一个是医药措施方面 我们可以以大肠镜为筛检的首选 去年在5月30号 美国癌症协会呢 把做大肠癌筛检的年龄的门槛 从50岁降到45岁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危险群的人 你可以在45岁到50岁当中 开始做大肠癌的筛检 那现在有一些保险可以允许你 允许你从45岁开始做大肠癌筛检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保险要等到50岁 才可以做大肠癌筛检 那如果你是属于高危险群的人呢 需要做大肠癌筛检的方法 那个年龄要提早 什么是高危险群的 是包括个人历史 还有家庭历史 如果你个人方面是以前发生过大肠腺癌 或者是以前有过大肠癌 或者是以前一直以来都有慢性的结肠炎的话呢 也许你需要提早的做筛检 而且呢这种筛检只有限于大肠境而已 如果你有家族历史的话 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些比较后期的大肠腺流 或者是你父母兄弟姐妹有大肠癌的话 你也需要提早的做大肠腺筛检 比方说如果你的姐姐是在30岁的时候 已经发生过已经给诊断为大肠癌的话 如果你等到45岁50岁时候才做一个大肠癌筛检的话 已经太晚了 如果你姐姐30岁发现有大肠癌的话呢 你本人要比她还要早10年做一个大肠癌筛检 所以你要到20岁就要做个大肠镜 刚才提到有一些那个癌病的综合症 一般来说要到已经从20岁21岁开始到成年以后 就要开始每一年到两年要做一次大肠镜 那另外说到如果你是有一些癌病的综合症 或者是你真的有很严重的家庭历史的话 你可以每天服用一颗那个Aspin 但是要先跟你的家庭医生谈一下 在第二大项生活保健方面 你要多吃高纤维的食物 比方水果蔬菜 你要限制自己的红肉 不要吃太多红肉 包括羊肉猪肉跟牛肉 要减少吃高脂肪类的食物 每天要补充钙 要吃维生素D 每个礼拜起码做5天的运动 每一天做30分钟的运动 要戒烟 如果你是吸烟的话 一定要戒烟 不要喝太多的酒 不要酗酒 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在环境保护方面 要治疗 要治疗空气 还有其他化学跟辐射的污染 那在2015年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报告 是从世界卫生组织有个报告 说到如果是一些加工过的肉类 我们是可以确定它是会致癌的 什么叫做加工过的肉类 是包括香肠 腌肉 火腿 跟冷切肉 如果你每天吃50克的加工过的肉类 你可以增加大肠癌的风险是18% 差不多有两成 那什么叫做50克的加工过的肉类呢 比方说是一条香肠 或者是四块腌肉 那在红肉方面呢 他们没有说是确定会致癌 但是很大机会 很有可能会致癌 是包括牛肉 猪肉 跟羊肉 如果你吃红肉的话呢 可以增加以下癌症的危险性 包括大肠癌 疑腺癌 跟前脸腺癌 这里下面是有与烟草有关系的癌病 包括如果你有吸烟的话呢 以下的器官的癌症都是有风险的 包括口腔 喉管 消化器官包括食道 胃部胃癌 疑腺癌 肝癌 大肠癌 还有会影响到肺部 也会有肺癌 一些蜜料器器官 包括肾癌 膀胱癌 子宫颈癌 还有前列腺癌 还有也会影响到骨髓 发生有一些急性的血癌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所以在生活态度 我们要保持的那个态度是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那美国癌症协会的准则是关于一般普通风险程度的男女 在45岁以后 应该有什么的筛检选择 在左边是筛检 就是还没有癌病以前 就做筛检 右边是检查 就是把癌症 就是已经有了癌症了 把癌症找出来 所以筛检 screening 它的不同的选择 是包括每10年做一次大肠镜 另外呢 如果你没办法可以做大肠镜 在一个地方是供应你大肠镜的话 可以每5年做一个flexible scleroscopy 我们叫做疑状结肠镜 或者是每5年做一个barium enema 我们叫做背肌灌肠摄影 另外一个选择是每5年做一个虚拟性的大肠镜 我们英文叫做virtual colonoscopy 那在右边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方法做一个大肠癌的检查 就是已经有了大肠癌 我们才可以去检查 一个是普通的前血检查是每一年 另外一个是一个比较高档一点的 比较先进一点的免疫性的化学粪便检查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发现有血液有前血在粪便里头 很多时候都不是癌症引起的可能是痴疮引起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癌症的话 很多时候前血检查都不一定是阳性的 那另外呢也可以考虑做一个大肠癌基因 每三年的检查 你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等到大肠癌已经演变到相当大小的时候 有一些细胞脱落下来了 你在收集粪便的过程当中 可以收集到一些不正常的细胞 但是我相信到这个时候呢 那个血肉已经那个癌症已经相当会比较大了 所以大肠癌 我们还是说大肠癌是那个筛检的首选 尤其是如果那个病人是一个属于那个高风险 群众的或者是其他筛检方法发现是阳性的 如果你做一个胰壮的结肠镜 或者是一个背肌的灌肠腺癌 或者是做个虚拟大肠镜 或者是做一些粪便检查 如果是不正常的话呢 还需要做一个大肠镜来追踪一下 那我们再说一下一个胰壮的结肠镜 我们简称它为直肠镜 这个直肠镜能够检查到的地方就是用一个绿色的线来代表 所以我们那个绿色的线从肛门口进去 只可以看到整个大肠的三分之一 那大肠镜可以看到的地方是绿色的线加黄色的线 这个是一个大肠镜可以看到整个大肠 所以绿色的线就是那个直肠镜 只可以检查到三分之一的大肠 但是它的那个效果也不坏 它可以发现到六成的大肠癌 在右边产生的大肠癌 在那个狼肠 那个生结肠 在那个横结肠 产生的大肠癌是没办法可以发现的 我们可以说直肠镜或者是胰壮结肠镜 是一个不完整的大肠镜 如果发现有席肉在做直肠镜的时候 发现有席肉发现有线流的话呢 我们仍然需要做个大肠镜来追踪 那另外一个考量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大肠癌筛检 是做一个ACBE 是Air Contra Spam Anima的简称 叫做背肌灌肠摄影 这个是一个比较间接性的摄影方法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大肠 就是把那个背跟空气混在一起 从肛门口打进去 然后我们帮病人做X光检查 可以看到有些地方 没有给那个背跟气充满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肿瘤 那你可以看见中间的图片 在右边的大肠里头 就好像一个Apple Core 好像一个苹果 核心一样 就是一个大的肿瘤 这种方法呢 不是十全十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可以发现 半处的过来一公分的膝肉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发现有不正常的地方呢 病人还需要下一步做个大肠镜的检查 另外一个是一个虚拟性的大肠镜 虚拟性的大肠镜呢 有很多问题 它可以发现过了一公分的膝肉 但是我们做大肠镜 做大肠镜也知道 很多时候 到了膝肉还没有到一公分以前 已经变得大肠癌了 但是呢 如果是小于五毫米 小于半公分的时候呢 我们没办法可以从那个虚拟性的大肠镜 可以看得见 很多时候没有没有产生的事情 没有发生的事情 它可以无中生有 比方说有颗大便在那个大肠里头 可能是给物以为是大肠癌 偶尔呢 我们在做 因为是个CT scan 是个电脑断层扫描 做CT scan 我们不只看到大肠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在肝里头有个良性的血管肿瘤 我们也会看得见 可能把病人吓一跳 还是需要进一步做其他种种不同的检查 它也有附带一些辐射的隐忧 每做一个虚拟性的大肠癌 可以引起 以后每做一个虚拟性的大肠镜 可以引起癌症的机会 因为辐射引起癌症的机会呢 是0.44% 万一我们做大肠 当虚拟性大肠镜的时候发现有什么不妥当的话呢 还是需要做一个普通的大肠镜来追踪 那另外说到那个分辨的基因检查 你可以留意到呢 如果是发现有大肠癌 如果是有大肠癌并有大肠癌的话呢 能够发现的机会是用这个基因检查是超过九成 但是呢 如果那个腺瘤还没有变成大肠癌 只是一个后期的腺瘤的话呢 能够从这个基因检查发现那个后期的良性的腺瘤 就机会是四成 如果是早期到中期的腺瘤 用这个分辨检查 能够发现腺瘤的机会呢 只有一成半 但是如果病人是完全没有腺瘤 没有癌症的话呢 这个测试是阳性的机会呢 也有百分之十二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方法去做筛检 另外我们要提到皮面吸肉 我们英文叫做Flat Polyp 我们在座有一个护士 以前跟我做了那个大肠癌很久了 是VA的Bybee 他也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个皮面吸肉 就是如果你不去用肉眼去做看的话呢 如果你靠那个X-ray 靠其他方法去做的话呢 去做筛检的话呢 是实在是看不见的 这个是一个平面的吸肉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平面的吸肉 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吸肉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里是一个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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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 这个是差不多没办法可以看得见的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吸肉 还有这个吸肉 然后这个呢 我差不多不可以看得见 原来呢 吸肉是分开很多种的 有一些吸肉呢 是比较坦率 比较坦白 他看见你的时候 他会跟你招手 这是第一种吸肉 是突出型的 所以你一看见它 你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吸肉割掉 那第二张图片呢 是一个比较趴在那个大肠内壁上面的 这个是比较困难 所以你可以看见它 但是你割掉它的机会呢 割掉它的那个技术呢 要比较好 那第三种呢 是一个平面的吸肉 是比较毁碎的吸肉 是真的不轻易看得见 那第四种呢 偶尔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 也会发现的 一个是陷进去的吸肉 是我们英文叫做depressed poly 所以我看见这种吸肉呢 我自己也become depressed 这个是陷进去的 这个是割掉的那个困难程度呢 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好像这幅图片上面 你能够把这个柴狼给找出来吗 柴狼 你要看见那个柴狼吗 在这 你看见吗 所以我们是做大肠镜是天天去找这种柴狼的 你看见这个柴狼吗 在哪里 给你看一下 就在这儿 柴狼 可以吃柴狼 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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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所以好比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 要把一些平面的 或者是一些陷进去的 depressed吸肉把它找出来 但是呢我们在做大肠镜的时候 如果我们察觉到有些不妥当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燃料 撒在上面 我们就马上把那个鲜肉找出来 好像这里我们觉得有点突突的 我们把那个燃料撒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着这个鲜肉 这个是鲜肉 我们撒一些那个燃料 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区域是比较丰满一点的 我们把燃料撒上去 也是这么大的鲜肉 所以有一些时候 病人刚刚做过大肠镜 过了一年以后 要打出血了 肚子痛了等等 再去做大肠镜 突然发现有个大的肿瘤 也许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这种比较轨碎型的鲜肉呢 是在生长在右边的大肠 是生长在那个叫做狼肠跟生结肠 所以我们做大肠 癌筛检做大肠镜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在左边发现鲜肉 在右边是比较困难的 那另外一个工具可以把这种 鬼祟的鲜肉找出来 这是做一个 在做大肠镜的时候 有个叫做Narrowband Imaging 是把某一些的光纹 有某一些的叫做光波 把它过滤了 过滤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鲜肉找出来 那刚才我提到一些比较平面的 或者是趴在大肠内壁的鲜肉 是比较困难 如果跟你招手的鲜肉呢 我们就把它的脖子套住 把它割掉就好了 如果是比较平面的鲜肉 我们在理论上面是怎么样 把它割掉呢 首先我们用一个针头 针头里头有一些水分 然后我们把那个针头 刺进那个内壁底下 把整个鲜肉凸起来 如果我们不把它凸起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的用一个铁环 把它套住的话呢 一把它割掉的时候 病人可能就会有个窗孔 当然我们不希望病人 做了大肠镜以后有个窗孔 所以我们打了水分 把整个鲜肉凸起来以后 这个是B 那第三C C我们就把一个铁环 把这个鲜肉套住 套住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把它割掉 把它烧掉 然后到后来就有一个小的缺口 但是不是一个窗孔 这个是理论 在那个实践方面呢 我们还是看这个鲜肉 我们打了针把它割掉 割掉以后到最后 我们用一些夹子 把这个伤口夹起来 这好像那个手术师在冯针一样 把这个伤口吸冯起来 但是呢 大肠镜呢 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技术上呢 还是有些问题 因为呢 我们还是需要 那个肠胃科的医生 他们有相对比较好的 检查的技术 他们有好的技巧 然后呢 那个鲜肉 我们一定要可能可以看见到 有一些鲜肉是比较困难 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是特别平面的 你真的不能够把这个鲜肉找出来 那个鲜肉身处的位置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那个鲜肉是生长在盲肠里头 我们就没办法可以看见了 如果鲜肉在肛门口边 也有困难把它找出来 另外呢 你可以留意到呢 我们割鲜肉呢 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冷切的 一个是热切的 如果是冷切的话呢 我们没办法可以完全切除的 那个机会是两层 如果是热切的话呢 也许不能够把整个大肠 把整个鲜肉割掉 机会是有一层的机会 所以我们割掉鲜肉以后 还要留意一下周围 还有没有一些剩余的 那个不正常的细胞 还有病人也要帮忙 要把大肠洗干净 那个肿瘤 演变的速度 也不一定 有一些是很快 有一些是很慢 如果是一些传统性的鲜肉 大概是六七成 这种病人呢 他们从正常的细胞 经过线流 到后来病人的大肠癌机会 是十年十五年 但是呢 有一些病人呢 他的基因有 叫做Micro Satellite Instability Gene 他们那个基因是比较不稳定的 他们可以从正常的细胞 经过线流 在经过癌症 癌肿瘤的 那个时间 只有一年到两年 还有另外有 少于5%的机会 有一些病人 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他们的 他们变癌呢 是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经过线流的 是直接会变大肠癌 所以如果你碰到 这一类病人的话呢 是比较困难 那我有很多病人呢 都是从台湾来的 因为他们常常都 不知道我姓鱼 他们常常叫 以为我姓游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又问我一些问题 有些病人叫 我叫做 游医疏 对 游医疏 他们有一次呢 有个病人就这样问我了 他说 游医疏啊 我身体 我一向身体都很健康 从来都没有 没有什么大 没有什么大病 小病也没有 最多是伤风感冒而已 我一向都是 风光守法的 我每天都吃素 而且呢 我是热善好思 我每天 每个礼拜都去教会 家里没人得过癌症 我还需要 做大肠癌筛检吗 所以游医疏就说了 当然需要 绝无例外 上帝会保佑你的大肠癌 会顺利的进行 那另外呢 又有另外一个人去找 游医疏了 他就说到 有一些国家 大肠癌是有两种的 如果你是过老板的话呢 你的麻醉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员工级的话呢 是分开有两种 一个是另外收费的 是无痛的 没有另外收费是有痛的 所以最低消费是有痛的 付费的麻醉是无痛的 那您提供的大肠癌 有什么安排呢 我要跟他说 在美国啊 美国是讲究人权国家 起码在我们美国国内 是讲究人权的 在美国一般的大肠癌 都是免费麻醉 我们不加费用的 倘若您要做有痛的大肠癌 你需要自己找 那另外有些病人就问我了 他说 诶 游医疏 如果我付不起筛减费用 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问一下 他说 如果你能够到飞机场 最好还是到海关走一趟 为什么呢 他们将会给你一套免费的 全身的X光跟乳房检查 如果你自称是恐怖分子的话 他们还会提供你一副 免费的大肠癌 所以说那么多了 我今天其实你在上半场 如果睡着也无所谓 最要紧的是 这以下的三张的slides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你记得美国的大肠癌筛减是321 3是代表什么 大肠癌是第三最常诊断的癌症 每年有14万宗的新个案 平均每小时就有16宗的新个案 所以我今天我演讲大概是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所以我这一两个小时以内 已经大概有30宗新的个案 每人一生中患有大肠癌的风险 是6% 50岁以上的男女 有三分之一还没有接受过筛减的 这个是3 所以大肠癌是第三种最常诊断的癌症 那二是什么呢 二是代表大肠癌是第二种最普遍的 第二最普遍的癌症因素 癌症的死因 每一年有5万宗的死亡个案 平均每小时有6宗的死亡个案 有9成死亡大肠癌的病人 都是在50岁以上 那第一是什么呢 那大肠癌是一种最容易经过筛减 可以防御的癌症 大肠癌是最有效的筛减方法 45岁以上的男女都应该接受筛减 这种方法是很简单 是很安全 可以直接的经过做大肠镜 把癌症息肉 就是腺瘤切除下来 可以避免三分之二的新个案 早期的大肠癌的全活率是90% 那另外呢 如果你的年龄是在45 应该是45到75岁的话呢 做大肠癌筛减是高度肯定的 如果你的年龄是从76到85岁的话 而且从来是没有做过大肠癌筛减的话 你要看看你的医生的专业意见 这个是比较个别性的 需不需要做大肠镜 到了那么大的年纪以后呢 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如果过了85岁以后 做大肠癌筛减的是必大于利 可能是不合适 可能是没有益处 一般来说 我会跟病人谈到 如果你看到自己 还有五年到十年的好日子过 就是你开始可以去旅行 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大肠癌筛减 那今天主要是说大肠癌筛减 所以治疗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那个开刀或者是做大肠镜 把习肉初期的习肉割掉 是唯一可以治愈的方法 如果病人是有直肠癌的话 医学发现呢 开刀前可以做一些化疗跟电疗 那所有的大肠癌 如果是开刀以后 发现是高风险的第二期 或者是所有的第三期 都可以做化疗 那另外呢 化疗是分开有三种 一种是传统的化疗 第二种是标靶治疗 第三种是免疫性的治疗 immunotherapy 之前我也跟大家提到 心理状态也可以导致癌症 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一个胃癌的例子 所以这个不是大肠癌 这个是胃癌的例子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那个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书 叫做土桥纵龙 是一个日本的医科博士 他是一个开刀 是一个外科的医生 他所有的病人都是有胃癌的 然后他跟他的病人开刀以后 他很多时候 他都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聊聊天 结果呢 是发现了一般有胃癌的病人呢 都有一个很普遍的性格 这种病人呢 是工作超标 是过度的劳累 对事情是特别认真 而且是努力不懈的 他有个结论就是 病人如果得过且过的话 患有胃癌的机会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那是得过且过 人生好过 事实上呢 在我们信经里头也说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身体健康 是关键性的影响到 人生的成功 那人生的成功 是什么秘诀呢 做下很多人 都是比我成功 但是我这里有个提议 我的提议呢 是人生五行 这是成功的关键 什么叫做人生五行 是金木水火土呢 不是 这个是人生五行 代表成功要决 第一行 就是自己要行 你自己不行的话呢 就没办法可以成功 那第二呢 这是有人说你行 所以要有欣赏你的人 那说你行的人 一定要得行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时候不行也得行 人家说没办法可以做到的 你就说没办法 也可以 我可以做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是健康要行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呢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到那个阿扁 阿扁呢 去了卫国 看那个梁慧王 后来最近又去了台湾 那到后来呢 他就去回到他的家乡 他家乡在什么地方 是在齐国 这个是战国时代的齐国 所以在春秋五吧 我们有个齐桓公 但是到了那个战国时代呢 已经不是那个叫做江齐了 是一个田齐的国家 我们有看见一个叫做齐桓公五 所以他看见 一进大门口 看见那个齐桓公五的话 他吓了一跳 他说 大王你有病 那大王很紧张 很生气 说你才有病 我怎么会有病呢 他说第一天 他说 我看见你的病情 已经到了你的皮肤肌肉 那个齐桓公五就转头过来 跟他的随从说 那些大夫都是好名好利的 他说我有病 然后他把我治好以后呢 他自己就变得很有名了 那后来那个阿扁就走了 要过了五天 他又再回来看那个齐桓公五 他一进门口 他又看见 大王 你的病情要治疗了 因为你的病情 已经到了你的血脉里头了 那齐桓公五也没有理会他 那再过五天 阿扁又回来了 他又跟大王说 你的病情已经到了肠胃里头了 那个齐桓公五还没有理会他 然后阿扁到了第十六天 他一进门口 他话都不说 他马上就走了 那齐桓公五很奇怪 他马上叫他的随从 一快点跑过去 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后来那个随从找到那个阿扁 他问问他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 现在那个大王的病情已经到了骨髓了 已经无药可治了 如果我不走的话 我自己会也会上身 所以到后来 那个齐桓公五就病发生亡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是如果是汇集记忆 是可以耽误我们自己的病情 如果一发现自己 如果你就算从来没有做过筛检 一发现自己有一点不妥当 最近这食欲比较低了 体重会下降了 体力不好了 大病要出血的话 要尽快地去求医 那这个月 三月是美国癌症大肠癌的警觉月 这个是三月 Colon Cancer Awareness Month 到五月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Hepatitis Awareness Month 为什么美国癌症协会 要提到肝癌呢 要提到肝炎呢 因为一半数的肝癌 都是因为B型肝炎引起的 在全世界 一半的肝癌都是B型肝炎引起 在美国 一半的肝癌是C型肝炎引起 那到了十月月是比较忙 因为是两个癌症的警觉月 一个是胃癌 另外一个是胰腺癌 还有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开始的 是那个一代宗师开始的嘛 那张子怡在里头也说到 世界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我在最好的时候碰见你 是我的运气 可惜我现在没时间了 谢谢大家 大家有问题吗 请说 我的名字 尤一苏 尤小安 请问你 鱼是鱼国华的鱼 或者是鱼正生的鱼 小是大小的小 是第一张 怎么样去到第二张 怎么样 我请问你一下 那个息肉的判断 跟医生有关系吗 你可以看到息肉就是息肉嘛 你看不到息肉就是息肉 没有息肉 跟医生的判断没有 所以息肉一般来说 息肉就是有一块纤维 跟旁边的纤维不太一样的 然后你就靠自己的经验 靠那个scope 那个大肠镜里头的设备 帮你诊断一下 是不是息肉 如果你觉得是息肉的话 你就把那个息肉割除下来 所以医生的判断不那么重要 技术上应该可以找到 那个医生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不见息肉 就没有息肉了 就算一个是大的息肉 都变得没有息肉了 那另外呢 息肉是分开两种 两大类 一个是会变癌的息肉 一般来说是一个腺瘤 另外呢 一大堆都是不会变癌的息肉 包括一些发炎性的息肉 打肠细胞 真身的息肉 很多不同 有一些叫做假息肉 所以一大堆都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把那个腺瘤 癌前吸肉找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找这个检查的时候 医生很要紧的话 那我们有时候 他说没有吸肉 到时候 肯他误诊了吗 也有这种可能 也有这种可能 是 第一代有大肠癌 那第二代就是算的高危险群 然后第三代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 什么第三代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三代 就是说你的妈妈现在有癌症 那你自己要先检查一下嘛 对 我们是高危险群 那我的下一代呢 所以这方面已经隔代的话 已经没有准则可言了 就要从你开始 从你开始 如果你去做检查 没有腺瘤 也没有癌症的话呢 你的小孩子都OK 你小孩子都等到45岁到50岁做检查 但是如果你是发现有癌症的话呢 就那个问题是从你开始了 所以不止你本人有癌症 你的长辈也有癌症 所以对于小孩子 对于小孩子是更加的影响大了 医生我有个问题 我的父亲在六年前大肠癌 一发现的时候就第四期 然后就走了 两个月之内走了 那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们三个孩子 都要去做筛检 那我们这种如果有基因 然后我又有点overweight 那我需要多 就是how often should I have the colonoscopy 你父亲发现要大肠癌症是什么时候 是几岁的时候 82岁 82岁 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15年以前 他们会说 如果你的血亲 如果有癌症的话呢 你要提前做 但是后来也说到 如果你只有一个亲戚 一个血亲 只有一个 有大肠癌 而且诊断的年龄是过了60岁的话呢 不会太过影响你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排 那个出血啊 变血啊 其他问题的话 还是最好早一点去检查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有两个血亲 是要大肠癌的话呢 你自己本人就要提早了 就从40岁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观察我爸爸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痔疮 那您觉得有痔疮的人 会比较容易患大肠癌吗 痔疮跟大肠癌没有关系 痔疮是血管而已 而且每个人都会有痔疮 但是问题是你的痔疮会有那个病症而已 这好比方每个人都要痔疮 很多人要痔疮没有痔疾 这不需要动手术 很多每个人都会有那个盲肠 有狼尾 但是如果没有狼尾炎 没有盲肠炎的话呢 也不需要开刀 我第三个问题也许会benefit everyone 就是我爸爸他当初会晚发现 就是因为他以前有个老朋友 他去做coloncoscope的时候 肠子被刺穿了 所以他的朋友就装了一个人工肛门 然后我爸爸知道以后 就从此就不去做coloncoscope 那是为什么他没有做 最后15年都没有做 所以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默契了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 如果我们很不幸像他的老朋友那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几率有多少 被刺穿的几率 几率是蛮低的 我记得好像开始做过一个research 就是在可能是1000到2000个病人当中 有一个是有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刚才提到那个慢性结肠炎 那个患癌的这个可能性也蛮大的 那如果是这个以前患过 那后来现在已经好了 还是有这个危险 还是有这个危险 还是有的 如果你的慢性结肠炎 只有影响到直肠的话呢 是没有风险的 如果是只限于左边的大肠的话呢 过了15年以后 每一年到两年要做出大肠镜 如果是超过左边去到右边的话呢 是从第8年开始 每一年到两年做出大肠镜 因为过了8年以后 每一年有大肠癌的机会 会相对增加1% 那边就像2%的大肠镜 那边就像2%的大肠镜 一般来说 那个大肠镜 不会很长 白比没有看见大肠很长 不知道什么肠 大肠还是小肠 可能如果他的大肠 比较弯弯曲曲的 或者是那个技术上 如果进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肠子是可以拉长 可以缩短的 那你的镜头如果进去的时候呢 有一个loop 有个比较困难的交接 你进去的时候 你把更多的大肠镜伸进去 还是同一个地方 你都会觉得很长 但是如果那个大肠 不是那么困难的话 应该你进去 大概需要70到90公分就可以了 整幅大肠镜 它一般来说是160到180公分 不要剪掉 不需要剪掉 我有听到一个美国人剪掉 是吗 是太长了 可是为什么他常常便秘 很多时候便秘是跟你的大肠的蠕动性有关系 不是那个肠要走得很安全 不会 OK 那那个没事情啊 那个没有事情啊 是我一个朋友 不应该是问题吧 多吃蔬菜水果 每天起码喝一杯纤维素 要多走路 因为走路可以刺激到肠胃的蠕动 每天要喝八杯水 所以这样 有一个蠕动性的蠕动性 这个 那是这个蠕动性的蠕动 我们去做一边的蠕动性 有毛性的線流 那有毛性的線流是比較不好的 比較變得快的 然後呢有一種叫做tubular 是管狀型的線流 這個是比較變得慢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顆到兩顆的 管狀型線流的話呢 只需要五年以後再做吃大腸鏡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那個有毛性的 Velous adenoma的話呢 無論有多少呢 就算只有一顆的話呢 就三年以後再做吃大腸鏡 有一些是個hybrid 是兩個合起來的是tubular vitus 又有那個管狀型的上面 那個化验師也看到那個有毛型的 這個是也是 三年以後再做吃大腸鏡 我們最近呢看見有一些叫做 Sexocerated adenoma Sexocerated adenoma 就是那個叫做 無把柄Sexocerated 具齒類的線流 在那個pathologist 化驗師看到那個Sexocer 所謂Adenoma的話呢 這個是比較平的 好像剛剛給你幾幅圖片 四幅還是六幅圖片上面 看著很平的 在右邊大腸 這種息肉呢 越軌碎的息肉呢 它越變癌的機會是越大 越變癌的速度也越快 所以這種息肉是特別要留意的 可能你這次看不見 下次已經變了癌症 那請問一下 那個您講的那個 剛才有說大腸有病變的話 有拉肚子或者是便秘 那如果每天這個上大號的時間 不規則 這種跟這個直腸有沒有關係 也有 也許也有關係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你的 有功能性的腸胃毛病 好 謝謝 Hey Bibi 嗨 我就是她剛剛說的那個護士 我可以回答那位先生的問題 是的 醫生非常重要 你要選一個好的醫生 我在我快二十年的這個腸胃科的經驗 看到很多醫生 他們做腸鏡 這個pala就是洗肉 他都miss掉了 還要護士告訴他 回頭回頭 那裡有一個洗肉 所以有的醫生做這個腸鏡 非常的rough 他就是拼命的這樣子往前 那這樣子的話 不太就是對腸子也有損傷 病人也不太舒服 所以我跟這個余大夫余醫生 我看過他做腸鏡 因為他到我們的醫院來 因為是教學醫院 所以他帶過那個 Stanford的那個fellowship 所以帶過那些學生 我看過他做腸鏡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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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非常comfortable 找我去找他做腸鏡 所以 所以 這個醫生方面是很重要 所以 你要找一個醫生 就是 很有耐心的 不要太粗魯的 那這個你不會知道 只有 只有在那邊幫忙的護士 才可以看得見 然後 這個 自己 有很好的眼光 就是 有的時候很難判斷 這個 是不是一個洗肉 所以 這些都很要緊的 所以 我在這裡 highly recommend 這個余 余小安醫生 好 時間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VB 謝謝VB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余醫生 因為我幾天要去做 Stanford去做 Colocopy 我要做的Colocopy 它是做EUS EUS好像是 什麼要 到底有什麼用 就是要照這個 照這個 照鏡子 我在想 你下次去Stanford 做那個大腸鏡 不是做篩檢 很可能已經做一個大腸鏡 發現呢 有一個 不正常的東西 在大腸裡頭 而且那個 不正常的東西呢 是在大腸內壁以下的 所以在內壁以下的話呢 做普通的大腸鏡 是沒辦法 可以把它 拿掉的 所以做那個 內摄鏡超音波 Endoscopy Ultrasound的原因 是要看看 這好像 不是在肚皮上面做超音波 其實是進去大腸裡頭 做超音波 看看 隔開在大腸內壁底下 是什麼東西 如果發現有一個是不對勁的東西的話呢 也許是需要用一些穿刺 做一個穿刺 把裡頭的纖維 拿出來一點 做化驗 不是這樣之間 我是因為 發覺那個 發覺是一個 醫道書有出一個 來培出的高 然後就是這個醫生 Stanford 醫生 Professor 他懂做這個東西 OK 然後呢 你做那個也不是大腸鏡了 對 你竟然是做衛精 所以 其實 說衛精 做衛精 關於衛精的是在 隔壁房間 你可以過去隔壁房間 過去 來 好了 行了 那我們問問題時間到此為止 謝謝余師 讓我們掌聲來感謝 好 謝謝你 下面呢